尼斯湖水怪不是有那个吗 不是有图有真相吗 您总不会说这也是错觉吧 这张照片不说还好 再说下去 整个事情就要被彻底的颠覆了 怎么回事呢 关于这张经典照片 1992年 有一个叫做科里斯蒂的人呢 突然披露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 他说拍摄这张照片的人呢 其实不是什么肯尼斯医生 而是一个名叫杜克的摄影师 当年杜克呢在每日邮报工作 因为尼斯湖有水怪传闻 他就被派去拍水怪了 那拍到没有呢 当然没有 水怪哪有这么好拍的是不是 这杜克可就头疼了 玩不成任务呀 回去说不定就得炒鱿鱼呀 怎么办 那就想了一个招 鱼目混珠 据说那天啊 他看到儿子的怪兽玩具 有了 他先找来了一个玩具潜艇 然后把那个怪兽玩具呢 放在上边 一切准备妥当 他的小儿子把这头怪兽 放到了尼斯湖的潜水里边 再远一点 对 就像这样 很好 就在那儿 儿子 杜克按下快门 于是所谓的尼斯湖水怪的照片 就这样诞生了 没想到吧 按照这个说法 一个人为了不失业 结果忽悠了全世界 你看还押韵 不失业全世界 那么这是不是说这世界上 就真的没有水怪这种东西呢 很多人的还是坚信有 比如说这位 阿琳娜 那他又凭什么坚信水怪是真实存在的呢 人家说了呀 因为他不光有图物 他还有录像资料呢 一起来看一下吧 人们所说的水怪就是欧可纳根石怪 看到没有 一群人聚集在了湖岸上 正对着一百多米外水面上的一个突起物 情绪激动的发出阵阵尖叫 我也受不准它有多大 不过它很大很长 而我知道湖里根本不可能有鲸鱼或者潜艇 除了鲸鱼和潜艇 还有什么可能呢 只有水怪了呀 不光这个 关于欧可纳根水怪的资料 还有呢 您再看这个 看到没有 画面中的一头蛇形怪兽 看起来好像正在湖面上慢慢的游动 你这又该怎么解释 这头蛇形怪兽总该是水怪了吧 但是您猜怎么着 这位格兰特先生介绍一下 他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刑侦录像顾问 他对这段视频直接给出了否定的态度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较黑的屋体前面有个颜色较淡的东西 这个东西能反光 这和银鱼的背部非常吻合 这是七一 还有啊 您注意看啊 一艘气艇进入了画面 哎 马上就要撞上水怪了 这是气艇一个急转弯 有人掉进水里了 按说这个水里边真要有水怪的话 那掉到水里的人 那怎么办 逃命呗 是不是 但是您再看啊 掉水里的人有慌乱的感觉吗 一点都没有 请问怎么解释 专家怀疑 画面上的这些所谓的蛇形水怪 不过就是水中树木的残骸 在经过光线折射之后 给人留下了错觉 说到这儿估计有人不干了 搞什么鬼啊 三大著名的水怪 两个是错觉 一个是忽悠 我对于这个世界的想象彻底破灭了 难道说 所谓的水怪都是在瞎扯吗 这话不能这么说 我不敢随便下定论 毕竟我们没有亲眼见过 也没有亲自接触过 如果能够接触到 咱们就一定可以弄清楚 它背后的真相